生死是每一个人一生都会遇到的课题 慧开法师日前在奇山惨境中心 分享生命的永续经营 谈到当遇到临终的时候 该如何积极正向的面对 让信众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生命的本质 学佛是为了解脱 但如何坦然面对老病 自在迎接死亡 慧开法师以幽默的方式 解说面对临终时应有的态度 让奇美地区的信众 在佛光山奇山禅境中心 聆听一场非常受用的生命讲座 马上就记住临终前的四个千万叮咛 希望大家能够从接受自然死 到接受运用佛法的面对 其实不是面对生命的终结 是面对生命未来的开展 师父说第一千万 就是不要错过了我们生命的常识期 第二千万 就是千万不要做延避的毕业生 第三千万就是要保留我们的精神跟体力 来为我们的往生做准备 第四千万 就是为我们的往生有先准备好付诸会 奇山禅境中心为建立信众的政治正念 特举办系列佛学讲座 邀请专精于不同领域的法师 来讲述生命本质 引领信众 兼顾修行道心 化为己用 冷静卫视高雄综合报道 冷静卫视高雄综合报道 明镜卫视高雄综合报道 欢迎订阅